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下半场展望即将登场的川习会 台湾准备好了吗 今晚海峡论坛邀请华盛顿和台北的两位专家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 也欢迎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加入我们稍后的现场讨论 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脸书的直播网址是facebook.com-VOAChina YouTube的直播网址是youtube.com-VOAChina 下面先带您关注这个小时的重点新闻 哥伦比亚西南部星期五晚上三条河流崛堤 洪水席卷了一个小镇和熟税中的居民 摧毁了房屋和基础设施 有将近250人丧生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VOA卫视的电视报道 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星期六视察了摩卡镇 宣布当地进入公共灾难状态 并且承诺向灾民提供急需的帮助 我们将竭尽全力帮助各个家庭 不仅要帮助失去亲人的家庭 还包括所有房屋被毁的家庭 我非常难过 星期六午夜骤然而降的暴风雨 一直持续到周六凌晨 引发了洪水和泥石流 省基首府摩卡镇大约有人口4万 居住在哥伦比亚南部 与厄高多尔边界附近的山区 红十字会官员说 洪水造成400人受伤 领有至少200人失踪 来自现场的视频画面显示 建筑被夷危平地 到处可见严重变形的汽车 和连根拔起的树木 惊慌失措的居民查看现场 救援人员从废析中拉出死伤者 洪灾之前持续几天连降暴雨 导致该地区大部分地方停水停电 最近几个月 大雨和洪水侵袭了 南美洲太平洋沿岸一带 在秘鲁和厄瓜段 造成几十人丧生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前台湾太阳花运动 和香港雨伞运动组织者 呼吁美国总统川普 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 在川习会上敦促中国 释放被拘留和调查的 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 申华从台北发来的电视报道 4月2日的记者会 指着敦促美国关注中国人权 推动李明哲等案 林非范说 在川习会上面 到底这个川普会不会对 相关的中国所牵涉的 这些人权问题 不管是在境内境外 对人权的打压 跟政治上的迫害 会不会有所让步的一个 重要的关键 台湾人权团体密切关注 李明哲案 深切同情家属遭遇 不管林非范说 那李明哲先生目前为止 他已经被关押了十多天了 那到底人在何方 跟到底是在哪个地方 其实没有人 目前为止都没有办法确知 那中国方面也没有给一个 非常具体跟明确的说法 立即释放李明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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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呼吁管用吗 陈薇婷说 呼吁最后没有结果 但我们希望这个呼吁 能够几乎在网路上面串联行动 能够去对美国 不管是美国政府 或者是美国的这个 国会的议员 能够进一步的施压 然后让他们注意到 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相信我很相信很多 在美国国内的民众 也会关注这个事情 国民党立委卢秀燕说 我们也希望 我们台湾的陆委会 还有大陆的这个台办之间 加强交流 对这个个案 要加以关心 加以处理 那么尤其呢 我想李明哲案 算是个案 但是对于两岸的关系 也是一个指标性 那我们也希望 中国大陆释出善意 那对于他现在的 现在的情形 以及他犯什么样的法案 那另外他家属的诉求呢 都要能够公开 向外界来说明 美国政医局 深华台北报道 好了 以上就是 这个小时的全球要闻 下面请继续收看 海峡论坛 李明哲妻子李静瑜 决定前往北京 营救丈夫 台港学运领袖 黄国昌 林飞凡 黄之风 召开国际记者会 串联声援 川习会即将登场 台湾准备好了吗 川习两人就经贸 朝鲜 南中国海等 多项议题过招 是否会谈到 台湾与人权议题 海峡两岸的听众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收看 美国之音和 台湾中广新闻网 在4月2号 为你联合播出的 海峡论坛 我是凡东宁 今晚海峡论坛 要带您关注 李明哲案的最新发展 和即将登场的 川习会 那么今晚和我一块 主持人讨论的是 台湾中广新闻网的 主持人叶博弈 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 以及海峡两岸的 听众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安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 叶博弈和东宁 联合主持今晚的节目 那么我就赶快来介绍 今天在台北 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 那么今天请到的呢 我们再度请到 华人民主书院 董事会的主席 王丹 王教授 到节目当中 王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王丹教授 再次来到海峡论坛 节目当中 继续请东宁 我们介绍华府嘉宾 好的 谢谢博弈 也欢迎王丹教授 来到海峡论坛 而在华盛顿 美国之音的演播室 我们很高兴为您邀请到 前纽约时报 中国问题研究员 赵岩先生 赵先生欢迎您 你好 东宁 王丹好 左翼好 大家好 好的 海峡两岸的 听众和观众朋友 可以直接拨打 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 向今晚的两位来宾提问 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 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 请播400-120-0551 在台湾的听众观众 请播00-801-148-940 另外海峡论坛 也在脸书和YouTube上 进行直播 您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 进入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就可以收看 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 我们的YouTube直播网址 是YouTube.com 斜线VOA China 欢迎大家在脸书 和YouTube的直播聊天室 向两位来宾提问 或者发表您对 李明哲案的看法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 马晓光证实 被失踪多日的 台湾人权工作者 前民进党的党工 李明哲 因为涉嫌危害国家安全 遭到相关单位的调查 李明哲的妻子 李靖渝 31号发表声明 说他不打算 聘请律师 做无谓的法律辩护 而是义无反顾 决定自己前往北京 来营救丈夫 台港两地的悬运领袖 也在今天召开了 国际记者会来声援 要求美国总统川普 本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佛州马拉格庄园会面时 将人权议题给放上台面 李明哲案是否有机会成为 川习会讨论的一个议题 李明哲的妻子 决定前往北京营救丈夫 他的胜算又有多大呢 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 王丹王教授 你怎么看这个今天 台港悬运的领袖 包括了黄志峰 林飞凡 陈维婷等串联声援 也想请您分析一下 北京他究竟为什么抓李明哲 和他前民进党党工的身份 是否有关 另外有不少美国之音的 网友留言猜测 北京这个时候抓李明哲 是为了要把之前 被台湾逮捕的共谍给换回来 你怎么看这样的说法呢 首先我觉得 这件事对于民进党政府来说 当然是有一点急事 因为现在两岸关系 处于冷冻的状态 没有这个正式的 两岸的官方交流 但是我还是认为说 蔡英文政府在这件事上 不应该退让 因为坦率讲 这个其实已经涉及绑架 就是一个人突然消失 这是一个恐怖主义行为 这个可以上诉到国际法庭的 这是标准的恐怖主义行为 我们知道 国际上的惯例 对于恐怖主义行为 是不可以退让的 因为你今天退让 他得逞的话 以后他会继续用 同样的这种办法 那么蔡英文政府 要如何的回应呢 我觉得 那当然一个就是 今天我们也看到 黄国昌的人发起这个呼吁 我觉得这当然也很重要 就是国际舆论的呼吁 那我觉得有这些时代力量啊 或者香港的涉及力量 来发生还不够 那么其实蔡英文政府 或者是台湾政府这边 应该召开国际集成会 应该把这个事情 更加的诉诸国际舆论 形成舆论上的这种压力 那么第二点呢 我觉得当然就是 我们也可以希望 美国或者其他西方国家 来协助台湾 从中去进行斡旋 但坦率讲 我对川普本人 在这件事上的态度 我是非常质疑的 我觉得呼吁川普 来救人权问题 向中国发声 我个人认为是圆木求鱼 但是当然了 这个呼吁我们还是做出的 那么最后一个 我觉得还是可以做一些 虽然两岸的官方的联系 现在中断 但是私下的联系 应该还是有的 即使民进党政府也还有 那么尤其包括 在大陆工作的台商 其实有一些 跟中共的官方 有这样的联系 这时候涉及到 自己的同胞的时候 我觉得台商 应该站出来讲话 那么最后 我要特别强调的是 国民党 这么多年来 国民党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是相当的密切的 他们的沟通管道 那要比民进党来得多 我不希望国民党 在这个时刻 幸灾乐祸 或者袖手旁观 因为李明哲是台湾人 国民党也是台湾人 这是自己的同胞 所以国民党 其实在这个时候 应该捐弃 与民进党之间的嫌隙 然后能够站出来 更积极的动作 好的 非常感谢 王南教授的词点分析和呼吁 下面我们就马上来听听看 李明哲的妻子 李静瑜 他在记者会上的说法 我的先生李明哲 长期透过网路与群友 分享台湾的民主经验 他关怀人权议题 把希望传达到需要温暖的地方 这些行为 在文明国家的标准 他都是无罪的 第二 台湾曾经有过长达半世纪的威权伤痕历史 我长期研究台湾的白色恐怖时期档案 我非常清楚地知道 李明哲现在正在面临着什么样的煎熬 这几年中国政府 常常以强迫公开认罪的一些真讯影片 例如像瑞典的人权工作者达林 以及709的律师群们 这一些 都是酷刑逼供下的产物 台湾曾经走过白色恐怖的威权历史 我们有过伤痛 所以 我请中国政府 不要再唤起台湾人民 对于伤痕历史的痛处 好了 这是李明哲的妻子李金云 非常沉痛的一个呼吁 不过在请教赵言之前 我想很快再听听看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的说法 台湾居民李明哲 因涉嫌 从事 危害 国家安全活动 已接受有关部门调查 目前身体状况良好 这个来大陆 从事正常活动的台湾同胞 他们的合法权益 都是有保障的 大陆也是依法治国 我们不会 这个对台湾同胞 这个采取 这随意的人生限制措施 所以这一点 请台湾同胞放心 即将在陕西皇帝里面 马晓光说要请台湾民众放心 还说强调中国是依法治国 但是赵言赵先生 我们看到李金云他说 他是放弃聘请律师 他说这是做无谓的辩护 还说他自己要到北京去救他的先生 还说中国的法治 根本就不到国际标准 到两人见面之前 他都不会相信他的先生李明哲 所公开做的任何陈述 他都不相信 我想请教赵言赵先生 您过去曾经有类似的经历 您怎么看目前李明哲 像他妻子说的 正在招受怎么样的煎熬 那李明哲的妻子 要到北京去营救丈夫 您觉得他的胜算有多大 还有没有机会见到他的先生呢 按照法律 他半年之内就是没有机会 但是我们要说这个法律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法律 就是根据1997年这个修改的 行事诉讼法规定 就是涉及到国家安全的 因为我自己经历过我知道 涉及到国家安全的 不仅是李明哲的妻子见不了 而且是只要是国家安全机关 不批准 那他的律师半年之内 也不可能见到他 说到这个李明哲本身 就是我当他出了事以后 我看了一下 他的整个这个推特 和他写过的文章 他所关心的事情 都是中国大陆在转型社会当中 所需要看到的 就是人权的进步 法治的进步 民主的进步 他所推动的都是这些事 关心的也都是这些事 我们刚才看马亚光所说 只要是这个不危害国家安全的 那么都会有安全 现在大陆出了一个境外非政府组织 也叫NGO组织 活动管理办法的这么一个规定 今年已经开始生效了 那么这个办法的规定是由 安全部和公安部出台 也就是在傅政华主导下 和郭成坤的主导下 把这个东西出台了 那么这个出台的 法律的本身就是 不仅是不是依法治国 而且是法律的倒退 用一句普通的老百姓的话讲 就叫法律在这个前进的党上 没有推进 而且是挂了这个倒退的党 这完全是这样的 这个法律本身是违反宪法的 那么李明泽先生做的 都是推进这个大陆法律进步的事 当然他也说过 这个大陆认为过激的话 说大陆的法律都是假的 但是我觉得那李明 李静宇 他说的话就比李明泽更准确 因为他说大陆的法律 是没有达到国际标准化的 没有达到文明国家的 标准化的法律 我非常认同这个 说明他的态度 对大陆的这个法律有所研究 为什么这么讲 就我前面刚才说过的 半年之内不仅你的亲人见不了 而且你的律师见不了 这是我经历的 王丹先生肯定也经历过 这样的事情 那这个本身就是 你跟中国政府 在1998年签的这个 国际的公民政治条约 和这个公民条约 这些完全是相违背的 第一跟他的国际 国际这个联合国人权公约 是违背的 第二呢你98年签的这个 国际公民条约也是违背的 公民政治权利的公约 也是违背的 第三呢跟你的宪法也冲突的 那么这个本身就是倒退的嘛 你现在这个倒退的本身 又不符合人权的这些关怀 你一个人即便让他有罪 你家属探视 这个律师这个会见 这都是应该有的 我们现在看看 709的律师 他们被抓了以后 他们的律师本身 会见他们都非常难 一年多有的到现在还没见着呢 那执法者你制定的法律 本身是落后的 是挂倒档车的 执法者本身又没有人监督它 那大陆的状况就是 温家宝早在这个00年说 我们用10年时间打造这个 一个法治政府 现在17年过去了 法治政府根本就没有存在 所以李静宇说他到台湾去 我觉得李静宇 他到北京去去见他的先生 法律上肯定有障碍 他过不去 除非有三种情况 第一孟建柱 第二王沪宁 第三习近平 他们三个当中有一个人同意 批准 所以到国家安全 那就超越于法律 就有的落后的法律 那么他们可能有一个 私下的会见 但对外能不能公布 我们不知道 但我不抱任何希望 我觉得他不应该去北京 他应该来的是美国 正好习近平下周 我们也去 我们也去这个福州 福州 他应该去福州 去跟川普和习近平讲 这有一个重大的人权问题 我们刚才已经看到 香港和台湾的这个 两地的青年人 已经就为这件事 说这是一个指标性的问题 那么大家为这个指标性的案件 一起努力 把这个坏的法律 因为习近平他不是一个学法律的专家 他不知道这个法律 到底跟这个国际标准是不是一样的 是不是进步的 还是后退 他都不清楚 那么大家一起呼吁 国际舆论一起呼吁 把这个就有的法律 坏的法律把它废掉 而且我们在这个习近平和这个川普 见面上我们更加的呼吁 中国政府应该尽快的 他已经批准了 但是全国人大没有批准 就是中国政府同意参加了 公民权利的政治公约 国际公约 两个公约他都已经了 都已经批准了 但是两公约现在 从1998年20年了 在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办公桌上批 到现在没有批准 应该川普应该督处 如果川普关心人权的话 应该督处这件事 让习近平尽快地把这个批准 好的 这个赵炎赵先生认为说 这个李静瑜赴金救付是困难重重 但是他很关心 并且建议李静瑜直接来美国 来让美国关注这个案子 甚至让川普总统在川习会上 来提出这个案子 不晓得李静瑜能不能听到我们的节目 但是事实上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 我们也尝试邀请李静瑜来 我们的节目先生说法 不过因为他正在准备去北京 今天晚上没有办法接受 我们海峡论坛的现场访问 但是他透过了文山社区大学的 郑修娟交长 发出了四点声明给海峡论坛 我这边念一下 他说虽然中国网军 对于他要去北京的决定 冷嘲热讽 各方的回应也都不是很正面 但是李静瑜评估之后 已经下定决心 他说要义无反顾 去北京人救丈夫 时间上不会是这一两天 但是他需要一点时间来进行准备 第二点是李静瑜他得知 冯崇义教授获准离开中国 目前已经返回澳洲之后 他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消息 但是他认为因为冯教授是澳洲公民 台湾和澳大利亚的情况也不相同 北京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一部分 所以他不敢对自己丈夫的案子 掉以轻心 另外李静瑜看到香港人士黄之锋 也来到台湾声援李明哲案 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顶尽于表达感谢之意 他也强调他和他的先生都是小人物 会受到大家的关注呢 展现的其实是台湾公民社会的力量 他对此表示乐见 最后李静瑜也表示 他们有通过官方的管道 请求蔡英文政府的闲助 但是目前看不出效果 我想请教王丹王教授 其实刚才有提到 这个蔡政府能够发挥的作用 不过我想请教 你呢是否我们把这个李明哲的案子 跟刚刚我们提到的一些人的案子 连接起来看包括了这个 瑞典工作人权者这个达林 还有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澳大利亚的 这个华裔教授冯崇义 当然他今天已经有新的进展 是他已经获准离开中国 回到了澳大利亚 连起来看的话 加上刚才赵炎兆先生也提到 这个境外非政府组织 境内活动管理办法 今年生效了 您认为中国现在是不是正在扩大 所谓国家安全的范围 跟解释的定义 连一般就是普通的民间人士 到中国来开会 不是搞活动和抗议 都可能被认为触及 国家安全的范畴呢 您的分析 我过去听到一个说法 说习近平慢慢的会带领中国 回到闭关锁国的状态 那当这个听起来 好像似乎有点危言耸听 我觉得经济上也许不至于了 但是明显的习近平上任以后 他在做的一件事 就是逐渐扩大国家的力量 压缩中国的公民社会的空间 这种程度 往往这种程度上讲 确实是有闭关 锁国的味道在里头 那么刚才赵云先生提到的 这个境外NGO境内活动管理法规 就是很明显要掐断 国外的这些非政府组织 对于中国国内公民社会的 这些帮助的渠道 那么这个我觉得是 李明哲案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背景 就是当然在推动 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方面 台湾也好 香港也好 那么这两个地方的非政府组织 他们如果能够到中国去 帮助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发展 比西方国家的非政府组织 来得更有效用一些 语言相同 文化背景相同等等 所以当局 中共当局对于香港和台湾的 非政府组织在于 中国的这些活动 那当时非常的警惕 而越来越在意 我觉得这是这次 李明哲案的一个原因 当然第二个原因 其实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过 我觉得当然跟这个 前不久台湾也一再爆发 这个所谓共谍案 那么也抓到就是 曾经是中国的学生来念书 然后从事解联活动 那么在台湾社会 引起很大的反弹 那当然北京的国台办 对此也要做出反应 或者中方也要做出反应 这个是李明哲案的第二个背景 所以我觉得综合这两个背景看 这当然代表中国在人权上 是越来越倒退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到 中国目前是要在 要把中国的社会 可以说是给闭关锁国起来 不让中国的社会 跟境外的国际社会 进行更有深度的这种接触 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看到的事实 好的 感谢王丹教授 那么目前李明哲的案子 看来已经上升到国际事件 也受到了越来越多 国际媒体的关注 台湾和香港学运的领袖 今天是召开国际记者会 串联呼吁美国总统川普 要在川习会上和习近平 来讨论人权议题 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 今天早上在台北举行的 国际记者会上 香港雨伞运动的参与者 黄之锋 他是怎么说的 好的 听到的是黄之锋的说法 继续请教赵燕先生 根据您个人的经验 当时美国国务院也有呼吁北京释放您 扮演了一定的作用 您认为现在李明哲的案子 现在国际都在关注 如果美国也加入关注的这个行列的话 对于他的释放是不是有一个好处 我究竟您刚才也提到说 可能还是要习近平他本人来做一个决定 那么川普跟习近平这个星期见面 是不是一个大好的机会 包括您也要去佛罗里达去关注这个案子 另外就是说 刚刚跟王丹教授提到了共谍 您认为是不是有个交换的可能 这个时候去佛罗里达是对释放李明哲 最好的一个两边互相形成一种谈判机率 最好的机会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说这个交换 就是上次我们谈到这个周洪旭 就是在台湾 陆生 陆生以间谍罪被抓了 那么周洪旭与李明哲的不同在哪 就是说周洪旭有一个行为 他对中华民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大使 大使下面的工作人员 这个进行过 不应该有的这么一个收买行为 那么这个事被这个国安局 台湾的国安局掌握了 他抓这个确实是 如果这个事实存在的话 我前提这个事实存在的话 那确实是一个间谍行为 当然回头来我们又说 你现在抓了李明哲 你作为大陆 大陆你是客观上把台湾 没有当作一个 你的这个领土的一个范围之内 你也把它当成了个什么 当成了一个 你所管辖下的 不是 超出你所管辖下的一个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行为 况且李明哲的个人行为 我们现在看 完全没有这个危害到国家的安全 对像李明哲说的 在我们民国家是无罪的 对 无罪的 那在美国这根本就不是个事 甚至比我们在这个 做的访民的事 那还差得很远很远 当然我们不比较这个 就是说它不是一个有罪的行为 你抓这个人 事实上证明了一个 你抓这个人的这个机关 显得这个在办案能力上 很无能 很无奈 真正的间谍 你不一定抓得到 每天可能世界都有 往北京去的间谍 你不一定抓得到 你抓一个民权运动 推进中国社会进步 不仅是无罪的人 而且是推进中国进步 有功的人 你这会不仅是 对他个人家庭造成悲剧 而且对海峡两岸的交 民间的往来 和这个统一的心 你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 应该说 当然了 如果蔡英文 从一个人权的角度来讲 刚才王丹兰教授说 这个不应该退让 我觉得在人权的角度来讲 多从人的关心上 那即便你放掉一个间谍 你换回一个 关心中国进步的 这么一个好人 这也没什么 好的 谢谢赵先生的分析 就这个海峡两岸的关系 还有蔡英文的角度 继续来请博弈 请教两位来宾 博弈 好的 那么首先请教王丹教授 就是刚刚东宁也提到 就是目前民进党政府 是相当低调的 那么这个低调 不知道是政府觉得 不宜高调 还是觉得使不上力 那么此外也想请教您的 就是说 现在中共他们抓的是一个 中华民国的公民 而且他去那边 没有从事任何的事情 一从澳门入境 就被逮起来 那这个跟太阳花比起来的话 当初太阳花还只是一个 两岸的一个服务贸易的 一种经贸的协定 那时候引起了那么大的一个风潮 反中的风潮 现在是一个中华民国公民 在大陆莫名其妙被逮起来 可是好像我们看到 舆论的反应并不是很大 您怎么看这两个状况 首先 蔡英文政府目前表现的低调 我刚才也讲过了 我还是认为 至少我个人这边 还是可以理解的 就是他们确实有 他们无奈的地方 我们也知道 现在的海峡两岸之间的 所有的官方交流渠道 都已经终止了 那打过去的电话呀 传真案 对方都是以毒不回 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短期内 大概让蔡政府 马上找出有效的解决办法 恐怕也确实难为它 他们可能也正在 也正在尽量的 找各种各样的办法 那么第二点 我觉得 其实现在中国方面 做出这样一个举动 某种程度上 讲我认为对蔡英文政府 是一个帮助 等于是帮助 因为蔡英文政府 现在确实在两样关系上 他希望比较能够稳定 那么但是也因为 中共方面在两个关系上 制造的一些障碍 也在台湾承受了一定的压力 说无法打开两岸的僵局 在这种时刻 中国反正用了这么一个 蛮横的做法 把一个NGO非政府组织的 完全不可能什么涉及 国家安全的这么一个台湾人 居然就这么莫名其妙的 被消失了 失踪了 抓起来了 这个更会激发起 我认为会激发起 台湾民意的这种反弹 或者很多人觉得 确实是太不像话 这个中国政府 太不讲理 那么它形成的这种社会 舆论气氛 其实对蔡英文政府 是有利的 我一直觉得国台办 始终在做一些错误的事情 是好的 谢谢王南教授 那么回到华府 我们要请到赵言赵先生 就是关于 您刚也提到了 李静瑜 他是铁了心 要去北京 但是您也提到过 就是我们注意到之前 包括是刘晓波 他的妻子 还有很多其他的 维权律师的妻子 如果他们说 夫婿被抓了 他们的妻子 也是很想救夫的 但是都没有用 连大陆本地的 这个人权的领袖 人权 维权人士 被抓了 他们的妻子 都没有办法救的话 那李静瑜到北京 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甚至他 他自己的人身安全 会不会遭受到威胁 都可能是一个原因 那他 坚持要到北京 您觉得 是一个什么样的理由 另外我想请教您的 就是关于 刚刚周洪旭的事情 两位 您也提到了 就是 台湾目前有一个 也有一个说法 有一个猜测 刚刚东宁有提到过 就是其实大陆方面 这次抓李明哲 就是要报复台湾 抓周洪旭 那么有人说 周洪旭是共谍 但是大陆说 正是因为他们要抓一个 不是从事间谍行为的人 以证明说 台湾所抓的周洪旭 也不是从事间谍行为的人 就表示说台湾抓错人了 所以我们也要抓一个人 作为报复 关于这两个问题 想请教赵燕先生的看法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他去 有没有用 我觉得 在舆论上还是有一定用 但是不一定起决定的作用 现在的法律是 我刚才讲过 就是他不可能见到 法律的规定 他是不可能见到他的先生的 就是这个法律前提 是落后的保守的 那个无用的 不是无用的 是倒退的 那我们不说这个事 就是说他去 只有这三种情况 我刚才说那三个人的名字 他们搞特批 同意他去 他才能见到 那他可能出于统战的需要 他去这么做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那就是说 您说到这个周洪旭 和他这个对等交换 说台湾抓的也不是什么 如果那个行为确定的话 那是一个间谍行为 但是这个李明泽 我们现在看 因为他要半年有一个保密期 抓这个人 在审讯侦查的过程当中 他都认为 这是一个保密期 他对外 不有任何情况的公布 我们看 马小光说 也没有什么实质的东西 仅说一个空洞的词 说危害了国家安全 危害国家安全这个事 泛泛的 刚才东宁说 这个是不是在不断的扩大化 别说他是一个台湾人 在关心这个大陆的人权 和法律民主进步的状况 涉及到危害国家安全 就是我们访民 李幻君的母亲70多岁了 他要来看看他的女儿 现在都以国家安全 涉及危害国家安全为由 不给他任何书面的答复 现在起诉到国务院了 因为服役到国务院 行政服役到李克强那 李克强法学专家 李克强法学博士 不给你任何答复 按照国内的法律 大陆的法律 已经李克强本人和国务院 构成了不作为 但是国内的新闻 没有一家去报道这个事 还有这个马永田也是 他十几岁的儿子 怎么可能危害国家的安全 他的丈夫 从来跟人家打仗都不会 但是因为马永田 和李幻君拦车 他们也涉及国家安全 也不能出境 这都是荒唐的事情 就是说中国在 这个转型的过程当中 实在这种无奈的事情太多 但是最高领导人知不知道 我估计他们好多事情是知道 也不知道 那么怎么能让他知道 川西会是最好的机会 我建议他来 好的 谢谢两位来宾都您 好的 立刻来接听电话 新北市的黄先生您好 新北市的黄先生您在线上了 请说 新北市黄先生 主持人好 来宾好 其实这个事情就很简单了 就是基础不劳地动山摇 基础不劳地动山摇 将来就是演变成 跟好莱坞电影一样 那个间谍桥的剧情一样 也就是跟最近北朝鲜 跟马来西互相交换 人质的情况一样 两岸关系 从和谐变到冷战 这个僵局不是好现象 非两岸人民之福 大家要运用智慧化解 新北市的黄先生 从两岸关系角度来看 认为这个案子 是两岸关系地动山摇的 一个部分 继续接听上海 唐先生您的电话 上海的唐先生您好 唐先生请讲 上海的唐先生能听到我们吗 好的我们继续来念这个 脸书上 还有YouTube上面的 一些网友的评论 先念一个脸书上的网友 建国他说 中共常常扣留港台和海外那些 他们认为冒犯了中共的人士 这个行为能否被制止 是否有合法和有效的渠道 来营救被扣留的人士 这是建国在脸书上的留言 另外呢 玉玺也在这个美国之音的 这个YouTube live的 sreaming的时候留言 他说你们能不能呼吁 李明哲的妻子不要去北京 不要去 在海外还能有影响力 去了之后呢 被共犯抓了的话 根本就救不了你先生 而且大陆还可能 以你为要挟 来逼迫你的先生 承认一些罪名 所以一定要三思 这是玉玺这位网友 在这个YouTube上的留言 那我最后想请教这两位来宾 除了回应刚才这个听众 还有脸书 还有YouTube的网友留言之外 跟我们谈一下 先请在台北的王丹王教授 除了回应刚才的听众之外 您认为说现在这个李明 当然他是第一个 在台湾的NGA工作者 在大陆被拘留被调查 您认为对于未来台湾的一些NGA 或是台湾民众关注中国人权 会不会产生一种寒蝉效应呢 王丹教授 目前的这种发展状况 我确实建议就是 如果业务比较在于 跟中国大陆内部的 推动民主法治 或者社会进步有关的 非政府组织合作的 这些台湾和香港的 非政府组织 那么去中国的话 我确实建议 至少在这段时间 要小心一些 这个我觉得中国政府 在很多程度上 他也不见得 就是对你个人有什么看法 但是他有时候 有一些别的政治上的打算 他有一种 历来传统的行为嘛 像我跟赵燕这样的 有个这样被捕的经历的人 都知道 这叫人质外交嘛 他有时候 要做一些什么 国际上的交换 他就会 随便的 他就会抓一些人 所以在目前状况下 我觉得 我还认为 当然要小心谨慎为主 好的 谢谢王丹教授 刚才这个建国他提问说 究竟有没有合法 跟有效的渠道 能够营救李明哲 请教赵燕先生 另外就是您刚刚 有一位听众也提到说 这两岸关系 地动山摇的一个部分 我们知道这个台湾关怀 中国人权联盟的理事长 杨献宏说 如果中共连这个李明哲 都认为说是 境外反华的势力的话 那么两岸关系 根本就是走不下去的 因为李明哲是 坚持民主自由价值的 2300万台湾民众的 其中一个 那么抓了李明哲 等于是跟全中国的 全台湾的价值为敌 你怎么看 这样的一些说法呢 这个就是有效的渠道 就是我刚才说过的 就是蔡英文和现在的 台湾中华民国的政府 一定要从人道的角度 哪怕是 明知道李明哲 不是一个间谍 但是哪怕是周洪旭 就是一个间谍 也要做一个这样的 不对等的交易 我们记得在美国 好莱坞 刚才说的好莱坞大片 有一个电影 就一个律师去德国和前苏联 换回一个飞行员 和一个额外又带回一个大学生 那么这边真的是放掉一个间谍 就是前苏联的一个 可不不得的上校 那个电影就很感人 就从人道的角度 我这边尽管这个学生 不是间谍 但是我也把它争取回来 那个就是这样的故事 在这个各个国家都有很多 我觉得蔡英文 应该是做这样的选择 做一个虽然双赢 达不到对等 但是做一个双赢的选择 尽快地让恢复李明泽的人身自由 它是一个渠道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说那个刘延 刘延担心这个李静宇 去大陆北京会有人身安全 这一点呢 就是我更担心是他能进去 还是不能进去 因为现在知道 这个事已经成为一个国际事件 成为这个两岸统一的一个 这个非常炸眼的这么一个事件 那他能进去吗 我现在怀疑他可能进不去 进去的话 他不会有人身安全 这一点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原因 因为他本身没有做什么其他的事情 最后也很困难 但是去北京不如来佛罗里达 您的看法 最后也很困难他对两岸关系呢 刚刚我提到说 抓一个礼民者的意思 告诉全台湾的民众说 我们的价值跟你们 两岸关系 刚才王丹丹教授讲的非常清楚 政府政府之间只读 以读不回 叫什么 以读不回 以读不回 我没记住了 那么你可以通过这件事 也许两岸政府 开启一个 开启一个新的沟通的渠调 把一个坏事变成好事 但是中共大陆有没有这样的智慧 蔡英文有没有这样的智慧 我不知道 我们希望两岸有这样的智慧 对 希望有这样的智慧 好的 谢谢赵燕先生 那么有关于李明哲案的讨论 我们知道这已经暂时的告一段落 稍后我们还要带您关注的是 川习会马上就要登场了 台湾准备好了吗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精英为您推出 繁体中文版的脸书和推特 对 我们在Facebook和Twitter 现在改名为 美国之音中文网 我们还会继续为 讲广东话的朋友服务 并且会扩大服务 美国精英繁体中文的脸书和推特 为您提供更多的文字和电视内容 时政 经济 文化 娱乐 无所不包 你还可以留言 我们期待同美互动 请您赶快来关注 美国精英繁体中文版脸书和推特 快点来 给个like我们 好的 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 川习会即将在佛州的 马拉阿哥庄园登场 美中两国台面下是暗潮汹涌 川普不改其推特外交的性格 先行放话 推文称下周和中国的会谈将会是非常困难 还说美国不能再承受庞大的贸易赤字 还有损失工作的机会 预告了川习会将在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问题上 对北京采取强硬的立场 另一方面 美国白宫发言人表示 川习会将讨论包括 北韩贸易和区域安全在内的双方共同关切的议题 并将北韩列为川习会上要谈的第一优先事项 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传出了一名资深的女雇员 被控向中国机构出卖情报 外媒近日也观察到川习会的前夕 美日两国在可能触怒大陆的风险之下 同步调高了和台湾互动的层级和频率 专家分析这显示了台湾人士川普 牵制习近平的一张王牌 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赵延赵先生 所以我们先从川习会前夕的一连串发展来看好了 第一个就是双方迟迟迟没有公布这相关的细节 直到上周 那最后就是说川普在会面前夕发的推特 我们刚刚提到了 定下了会谈的一个紧张的基调 还有就是刚才我也提到过 国务院传出了资深的女雇员 这时候是出卖美国的情报 给中国还在中国养小白脸 你怎么看这一连串的发展 似乎为川习会是谋上阴影 这样的事情在两国关系重大的时刻 都会有一定的发生 比方说我们知道在尼克松去中国的时候 原来的美国中央情报局长 副局长金无怠 就曾经有过类似这样的行为 当时美国政府没发现 事后发现了把这个人抓起来 那么今天在中国大陆的眼中 就是说习近平和川普的会见 和最近中美关系由非常冷 变成马上可能要热 那么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对方运用小白脸 找美国国务院的工作人员 要一些情况 了解一些情况 这也是难免的 那么在这个时刻抓了他 一定是这个人有什么 违反美国法律的行为 在那么高的机构当中工作的人 轻易是不会抓的 他有问题 美国这个法律和这个执法人员 也不会视而不见 算不算阴影 应该说算不上太大的阴影 一个小小的阴影应该是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没有公布的这么晚的时间 这个是美国政府不会这样做 但是中方可能有这样的要求 因为过去都是中方的领导人 来美国提前一个月 或者更早两个月三个月 大家就都知道了 那么现在由于美国出现了访民 访民在国家领导人来的时候 他们要拦车告一撞 包括自己本人也有这样的事 那么中方心里多少有点障碍 对这个事你到底是怎么弄 还是晚一点公布好 因为这样晚一点公布 访民准备的不充足 是吧 他有这样的想法 我觉得是这样 那么在川习会说到 最重要的核心问题 就是处理北韩的核危机的问题 这是重中之重 这是一定的 我们再来继续来谈 想请教王丹教授 是刚才赵燕先生提到 在美洲两国的首脑峰会之前 好像经常都有这种互换间谍 或者是说互换维权人士 异议人士这样的做法 那我们稍早前提到 澳洲的华裔教授冯崇一 这个时候被答应离开中国 不晓得是不是相关的安排之一 那另外针对台湾 究竟会不会成为川习会的筹码 其实大家谈得很多了 但是我们刚刚看到 美日两国似乎都在川习会的前夕 好像拉高台湾的位阶 刚刚我们提到不断的高层去访问 或是参加高层的会议等等 有人认为说 台湾不应该成为大国角力的一个筹码 但是也有人认为说 这是川普可以牵制习近平 一张手中的王牌 你怎么看 我倒不认为台湾真的 可以成为中美互动之间的一张牌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这张牌也没有什么可打的了 大家可以想想看 这个民进党上台以后 中共方面几乎是全方位的封锁台湾 在经济上削减路克来台的人数 在政治上冻结两岸的官方互动 在外交领域挖走了台湾的邦交国等等 换句话说 除了对台湾动武之外 能对台湾做的不好的事情 都已经做了 在这种情况下 我真看不出来 就是中共至少中国这边能打 还能打什么牌 因为我们都相信它不可能 至少是目前 不可能真的就是对台湾 莫名其妙的动物 那就像我说的 那你要不敢动物的话 别的你也没什么 你能做你全做了 那就美国这方面来说 我觉得也 就是台湾这张牌 也是没什么可打的这个价值 所以我不认为就是台湾 真的会成为中美之间的筹码 那当然正是像外界评论的那样 我也完全同意 那这次川西会主要恐怕谈的 当然有一虚一时两个问题 一虚就是你总是中美两国的时候 总是要见个面 哪怕不谈混个脸熟 或者就握个手 彼此看深情的凝望对方一言 对这也是就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 这是虚的部分 那第二个呢 当然就是北韩问题 那我们都知道 北韩本来就已经具备了这个核弹头 他现在缺乏的就是运送核弹头的弹道导弹 所以他现在不断地做这个实验 说明他这项技术已经越来越成熟了 一旦他有了这种运载工具的话 核弹头对美国就是有直接的威胁 这个对美国才真正是 我觉得最要命的事情 我相信这也是川普和川普的团队 尤其他的国安团队最担心的事情 所以我认为在川西会上 台湾问题 我不太认为会是一个非常人注目的最主要的 或者连很重要的议题 我看都排不上 好的 非常感谢王丹教授的分析 刚刚王丹提到这个川西会的叙事 还有两边的牌 究竟有什么可以打 我们来转过身来看 后面这个大荧幕上的牌啊 赵英先生 这个谈到刚刚王丹也提到说 其实光是两人能够深情的互忘 就可能是一个川西会的表上的意义 象征的意义 但是实质上他们手中有哪些牌可以打 我们可以看到的图上 刚刚提到说很重要的是这个朝鲜 北韩问题是两个人要谈的一个牌 那么川普他在这个前夕呢 发推文指着这个贸易 也是很重要的一张牌 当然这中间很多牌 可能是互相串联 或是可以交换的 是根据一些专家人士的表述 那么台湾的命运呢 跟东北亚的情势是息息相关了 有人就认为说 川西会重要的议题之一是朝鲜 那么有一位经常来上 我们海峡论坛的郭宝胜先生 也撰文说 现在习近平他所面对的问题呢 事实上跟毛泽东 当时韩战爆发后的老问题是一样的 就是到底两个人要北韩 还是要台湾 您的分析 我是这样认为 如果习近平要想成为 这个绝对拥有权力的核心者的话 那么刚才说的那句话就是 北韩的问题就是他最好的切记 我们过去曾经讨论过 我的观点是 如果习近平选择了跟美国一起合作 把这个三胖和朝鲜的这个专制问题解决了 核危机解决了 那么习近平在这个党内 在军内 在这个整个全中国的民心 一定会都像倾向于他 所以在十九大之前 他做这个事 不仅对这个中国是千千万代 立国立民的好事 尤其是东北人民 那么对整个世界这个人类和平的发展 也是一件大好事 尽管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 通过武力解决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到这个 台湾在这个中美之间怎样选择 我觉得台湾不要被动的成为一张牌 比方说 那么下一个这个川普和习近平 谈到这个解决三胖的核危机问题 台湾应该主动的介入 我们都知道现在说那个小北约 东北亚的小北约 韩国 日本 台湾 可能这个大家连在一起 有一个有一个恋的问题 那么在解决三胖的问题过程当中 台湾为什么不能主动出击 派四个中队 跟着这个韩国 日本和美国 一起来打 打击这个三胖的专制和腐败呢 如果这样的话 就是说你在国际社会面前 你有一个负责任的形象 无论你是大国还是小国 中华民国不是小国 中华民国是这个二战的胜利国 是这个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 到现在联合国的法律也没有提出 把中华民国提出 而且中华民国在这个对待 对待这个共产的这个国家 对待越南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1974年 中华民国在蒋先生领鸟上 931的大海战 打的越共是这个劈滚尿流 那么非常有非常娇人的战绩 二战有娇人战绩 那个74年有娇人的战绩 这个时候此时如果能参加到 人类的这个正义的力量 对这个腐败的力量 专制的力量 那个恐怖的力量 加以打击的话 只能在全世界赢得人心 在中国大陆也会赢得人心 所以看蔡英文 到底是不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 这个时候蔡英文也应该 有所更多的思考和参与 而不应该仅仅成为一个 当然我跟朋友讨论 说台湾一定会成为一个后援 因为它是一个不成的航空母舰 不成的航空母舰 就拿出一个航空母舰的威势来 而不仅仅成为一个后援 我的观点是这样 好的 王丹教授怎么看 赵英教授提出这个 对台湾的一个战略的建议 另外我们刚刚看到 这个上面有很多这个牌 我不晓得你能不能看到 我们的图卡 就是川习会这次 要谈的这些议题 包括了贸易 朝鲜 南海 人权 台湾等等 这些牌当中 你认为是不是有一些互相挂钩 或者是可以交换的部分 川习两人是不是在互相的测试 对方的底线 谁手中的牌比较多 比较占上风 又能够赢着两人过招的 关键第一局呢 您的分析 坦率讲 我觉得川习两个人 如果真是过招的话 我都认为 习赢的可能性会大一点 可能性会大一点 当然因为川普本身 也不具备任何这种 国际政治谈判的经养 但是目前来看 中美之间的过招 主要是从川普的角度讲 大概是要用贸易问题 来交换北韩问题 我们都知道这个 当然刚才赵云先生讲到 就是武力来解决北韩问题 可是我稍微有一点点 不同的意见 我觉得 大概现在武力解决北韩问题 并不是那么 并不是最好的选择 否则的话 早就解决了 你比如说 如果真的武力解决北韩 南韩势必有百万人 会死在战火中 对不对 那北韩的报复行为 第一个 它不是针对美国 它会导致南韩有上百万人死亡 这个美国承担不起 这个道义上的代价 所以关键的是经济制裁 可是经济制裁 长期以来没有效 这完全是因为中国在背后 而中国在背后 不愿意迎合国际社会 对北韩的制裁 又是因为中国庞大的利益 是在北韩的矿产开财上 北韩的多深 实际上矿产资源非常丰富 北韩没有这个技术力量 是中国在帮得出 而这个巨大的矿产资源 基本上是会被中国的 权贵集团给瓜分的 所以它涉及到 这么深的利益的话 中国是不会放掉北韩的 放掉北韩 等于放掉了北韩的矿产资源 这是中国始终在背后 支持北韩的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 那么我们来考验川普 就是说他能不能跟习近平讲说 你要切断对北韩的这种 经济援助 让我们的经济制裁的牌 能够有效 否则的话 我就对你实行 什么这个贸易上的制裁 提高关税等等 我猜他可能 这当我完全个人猜测 可能想做这件事情 用缓和对中国的贸易战的方式 换取中国对北韩经济制裁 但是能不能达到这个效果 我坦率说表示一定会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 习近平出访各个国家 至少要带个几十亿出去 对一定会带个几十亿 而川普是个商人 一个商人 看见几十亿的一张支票 眼睛会闪出什么样的光芒 这个我不用说 大家都可以想到 在这种情况下 他真的能不能再坚守他的底线 在金钱和这个理想之间 能不能坚持底线 表示冷笑 好的 谢谢王安教授 金钱跟理想之间 北韩和贸易之间要怎么交换 接下来还有好几张牌 我们可以请博弈 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 把时间交给博弈 我想我们时间不多 我们是不是现在接电话好了 好的 请河北的张先生发表您的看法 河北的张先生您好 请说 河北的张先生可以听得到我们吗 好我们试试看上海的唐先生 上海唐先生您好 您在我们线上了 请说 我觉得就是说 伟大领袖肯定会用这个 美国对这个北韩动物 来交换中国对台湾动物 就是说因为只要 拆走金钱跟个人的话 我觉得 中国还是可以压住朝鲜 不做反击的 就是说这样可以彻底解决 这个朝鲜的核问题吧 但是基本上我们觉得就是说 如果中国应该是把太平岛 或者金文拿下来 逼台湾进行统一谈判 刚才那个李先生的妻子 应该去找蔡英文成行 不应该找这个 到北京来成行 这个方向还搞错了 因为我觉得特朗普上任以后 就是说地球会开启 习近平时代 习近平以后就是说 是无往不利了 所以说应该 武统的条件已经具备了 台湾还是赶快 在这个座上统一谈判 都比较实现一点 好的 谢谢上海唐先生来电 河北的王先生您好 河北王先生请讲 我想说不管是台湾 还是贸易 还是朝鲜这三张牌 它直接影响都是 中国国内的稳定 因为任何一张牌打不好 都会引起中国国内的 这种民族情绪的调动 那历史上 中国王朝因为一些小国家 而最终导致灭亡 也是有了 比如说明朝的 班历三大针 最终也直接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那清末的这种台湾的被割让 也是导致清末 加速灭亡的原因之一 所以任何一张牌容易 都会容易导致国内的这种崩溃 好的 谢谢河北的王先生 台北的谢先生您好 台北谢先生您在线上了 请说 喂 请讲 喂 谢谢 北韩电视很像只有一个频道 这样是不是符合人权 两岸关系不是外交关系 两岸关系就是两岸关系 这样的说法大陆官方 比较能够接受 但说出来的层级太低 如果能提高层级的声明 在这个基础之下 讨论两岸的关系 相关的规范 包括公民团体 还有间谍的合理的行为 好 谢谢 好的 非常感谢台北的谢先生 除了请两位来宾回应一下 刚才听众观众之外 我们这个荧幕上我们再看一下 其实还有最后的一张牌 就是人权的牌 那么人权牌 究竟跟其他的这些议题 是不是可以也挂钩的 一起来讨论呢 其实在过去的美中首脑会议当中 是曾经这么发生过的 但是现在川普 他是一位商人执政 从商人作风来看 未来川普在人权问题 这个考量上 他跟过去的美国的 前任的一些元首 是不是会有一些不一样 我想先请教赵映照先生 我觉得这个人权 人权和贸易这张牌 川普都应该打出来 尽管是三胖的问题是重点 因为贸易问题 现在中兴公司 美国一提出这个 提出这个 那个 这个问题 马上中兴公司赔了十几亿美金 那么接下来我知道现在 还有一个这个 关于中铁在美国 修高铁的问题 美国一个公司 已经跟他签了代理协议 那个市值 那个不市值 价值将近两七亿美金 但是这个中铁一算账 说给你代理费 那我要少多少 而且还得帮助你 安排这个美国的劳工 就业机会 那我就不愿意 我就指在中国生产到美国去销售 其实这个他不知道 美国的法律是不允许的 那协议签完了 他现在反悔 导致这公司造成几千万损失 那么下一个肯定中兴公司以后 就是中铁公司 那也许中方会做出让步 那人权问题 我觉得川普最重要的是 在这次会议上 把这个公民政治权力公约 你中国政府已经签署了 但是你人大没批准 还有刘小波的这些国际知名的政治犯和人权人士 包括这个许志勇 我原来的同事 很多人 709律师大案都应该提出来 你既然两天的会见 那么充足的时间 一个工作会谈都应该提出来 那么是解决着问题 包括李明泽的最新的问题都可以提出来 那么再一个就是这个南海问题 南海问题我觉得这次不会作为太大的重点问题来说 至于这个共谍的问题 我们前面已经说了 在这样的时刻肯定会有这样和那样的事 但是有一点 我记得有一个专家曾经偷了美国的核技术 有一个议员就说 他没有偷走我们美国的宪法 只要没有偷走我们美国的宪法 那么他永远不会成为世界第一 刚才有一个听众说 马上就会开启一个习近平的时代 我不觉得是这样 美国的时代没有过去 川普也不会就那样的轻易的几十亿美金 就把这个人权的问题放弃掉 不会是这样 好的 谢谢赵云先生 还有台北的肖先生很快的接听了电话 然后再请王丹教授做结论 肖先生请讲抓紧时间 川普急着要建大陆 就是最急迫问题就是北韩 所以是说其他都是问题是吃药 只要蔡英文九二公司拿出来的话 主动出急 我相信政治问题就不需要法律解决 反而为颁奖给他和平 和平奖促进两个和平奖 谢谢 好的 谢谢台北肖先生 请王丹教授回应听众观众 跟我们节目做个最后的总结 王丹教授 首先刚才那个河北的听众 我还真正蛮表示赞赏 我觉得他头脑非常冷静 因为这样人权贸易 包括北韩问题 我确实认为 其实我刚才讲了 我觉得就是川普会比较注重金钱利益 所以搞不好习近平会在这个回合中胜 但是从长远来看 中美之间的所有的这些交接点 这些交点问题都会影响到中国的国内问题 这一点刚才我非常赞成 刚才河北这位听众的谈话 至于那位上海的听众 说开启什么习近平时代 什么武统的调节已经具备 我想我就不用做评论了 但只能说明上海最近气温应该是有上升 那最后一个我觉得 我不认为川普会在这次川西会上 重点谈到人权问题 当然中美之间就人权问题 只有最基本的很常规性的这种讨论和交流 但是作为最高领导人 川普从来对人权问题是不感兴趣的 那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最近有西方几个国家包括德国等等 针对中国人权问题提出了一个召会 那这个召会美国国务院是明确表示不参加的 这在过去从来没有过这种现象 所以我不抱期待 好的非常感谢王丹教授 也感谢台北的主持人博弈 王丹教授还有在华盛顿演播室的赵延赵先生 三位今天参加我们海峡论坛的节目 听众和观众发表说他们的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来不及参与我们节目的听众观众朋友 可以在脸书和YouTube上 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 并留言提论 跟我们提出您的建议 那我们是网址是 VOACHINESE.COM 我是樊斗宁 请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 以及台北的叶博弈先生 祝各位听众观众 还有我们在脸书的上面的朋友上晚安 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 与您再见 好的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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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